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继续满谈的 杜云龙秀 我是你们的伯伯 我是Iza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Simon 那今天我们又回来到我们的 Linda Simpson OK 那今天的故事呢 就是发生在一个小孩子 小女孩的身上 那他爸爸呢是骑着摩托车 那有一天呢 他跟他爸爸就是会去一个长途 长途旅行 也不算长途啦 就是可能一两个小时 要去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用摩托车 然后就载着他的那个女儿 然后他女儿差不多是那种六七岁 这样子罢了 很小罢了 对 然后他们就要去做一些东西 然后他们就要去过一个很 很长的一条路 然后那很长的一条路 又是那种没有什么人跑的 就是小路 对 不是算小路 但是就是很少车的地方 就是他们要去一个 很像比较乡下的地方 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走走走咯 这个车 然后他们已经去完了 过后他们要回船的时候 就是回 从那个地方回去他们家的时候咧 他们就家家家 他爸爸家家家的时候咧 突然间在一半的时候 经过一个小路 那个小路咧 他们就突然间很饿咯 肚子就饿了 然后就讲 爸爸也没有东西吃 肚子很饿 然后他爸爸也是讲 对咯 看一下时间 是咯 已经差不多 很多个小时还没有吃饭了 一直在赶路这样子 然后看现在时间还早 天还没有暗 差不多是那种 四五点 五六点 那天还没有暗 对盘晚的时候 然后他就天还没有暗嘛 然后他们就看到对面咧 就是有一个面馆 因为它是小路 它就是那种 你们知道那种啊 通常我们那种住宅区啊 那种 甘邦甘邦那种乡下的时候 他们旁边有那种 小档子 小档口 自己家里摆出来那种 对对 对 所以那个地方 就突然间 不懂哪里冒出来 一个小档口 然后是一个奶奶 OK 是一个奶奶来的 那个奶奶 就是在那边 差不多有八十多岁 差不多八十多岁 这样子 在那边卖他的面 老婆他们讲 爸爸有面 然后我就讲 不然我们吃面 因为也没有其他东西吃 这种小档口 突然间在路边 也是蛮好吃的 是 你想一想 他奶奶都八十多岁了 对 你等一下听了 你就不觉得好吃了 OK 好 哈哈哈 OK 所以的话 他们就去咯 他讲 OK 这样我们就下车去了 然后就把他的摩托车 就停好在旁边 这样子 停好了过后 他们就去吃 然后他那个奶奶就问他 诶 你们要吃什么 然后他讲 哦 就来一个普通的那种面咯 那个面 然后就叫两碗 就是一个爸爸 一个小孩子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吃吃吃 然后讲 哇 很好吃很好吃 然后他们吃了一般的时候 那个奶奶要来收 那个碗的时候 就是他们吃了一般 就是很像要收桌子啊 之类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吃完 他女儿还没有吃完 对 对吗 所以他的奶奶 他爸爸吃完了 他奶奶来收的时候 他一转身 要回去 他当晚 你总不是 卖了桌子 然后拿了那个 要转进去吧 对 你知道很奇怪 他看到那个奶奶的背后 有轮胎的硬 嗯 然后他就 然后他就觉得 诶 这么这样奇怪 这么这个奶奶的这个背后有轮胎硬 然后他就不以为意咯 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 他就没有去注意他的女儿 他突然叫他女儿这样 啊 这么这样子 为什么我的碗里面全部是虫 哎呦 对 就是那种啊 因为你懂啊 那种面 很像摆设的那种面线这样子 然后 他突然变成那种会动的那种漆虫 那种面包从白白的时候会这样子动的 诶 他爸爸吃完了勒 对 所以他爸爸就傻眼 你知道吗 他爸爸直接傻眼掉 他就整个人紧张 然后他就 快快拉他女儿走 然后过后 那个奶奶就这样转过来 看着他 什么都不要讲 然后过后 他爸爸看到他那个奶奶的脸的时候 他吓死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讲为什么是你 他认识那个阿嬷 他认识了 对 你知道是几时认识 几时 一年之前 他在一个地方 撞死了一个阿嬷 然后他直接走掉 他自己 对 他自己驾车的时候 撞到一个阿嬷 然后撞死人 他走掉 他没有去负责任 这个爸爸 小女孩爸爸 对 对 对 然后过来那些姐夫 是不是恐怖 我在跟你讲 你等下会觉得不好吃了 我突然间不想吃了 哈哈哈 然后啊 他就这样子咯 然后他们就讲要快快跑 然后过来又没有办法跑 他就很像不能动 你知道 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卡住 那个脚很像长了 那个树根这样 不能跑这样 对对对 然后他就很紧张 他就讲 Oh my god 怎样办怎样办 然后他就一直挣脱 一直挣脱 要跑出去 要拉着他女儿 他就不能走 不能走 这样子咯 然后过他就突然间有一个很大力量 他越要跑的时候 他突然间很像那种 你懂 我们很像被抓住一个地方 然后突然间 砰 然后倒下去 就坐在地板上面 他就这样一直推后 一直推后 一直推后 然后过他就讲 OK 他就讲 OK 放过我 放过我 我知道是我害死你的 但是你请你放过我的女儿 你要 你要找我算账 你就找我就好 你放过我女儿 我求求你 你一命还一命 你放过我的女儿 他讲 然后过后 只是突然间而已 然后很像睡觉这样子 然后突然间 一个闸眼 那个小女孩在那个路中间 那个面馆全部没有东西 那个爸爸也不见了 那个阿嬷也不见 然后那个摊位是空的 像那种很多 很久有一个摊位在那边 但是很久没有人在那边 就是飞弃了 对那种飞弃的摊位 然后那个女儿就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一直找 然后到最后是 那个警察有路过 那些之类的 或者是有人车路过 看到一个女儿一直这么在那边 然后才帮助他 然后从那天开始 他爸爸就消失 到现在没有找到 感觉到好像他们搭进一个姐姐 这样子 结界对 结界 就是这个婆婆 这个小女孩爸爸创死了 不服责任 就是这样子 但这个爸爸应该知道他创死了 对 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创死的是一个老阿嬷 然后他也知道是怎样的 又是同一条路 不是同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 不是同一条 那婆婆跟住他一年 然后发一个姐姐在那边 对啦 就很傻眼啊 我觉得很恐怖 他就是直接 他撞老人 然后他直接走掉 他就肇事逃逸啊 他完全没有承认 然后警察到今天没有找到他 就是没有抓他 我还心想这个小路啊 这种长崎的那种小碳 很好吃的 现在你听了这个故事啊 我有点不敢去这种小碳吃的 没有 最本是那个小碳是突然间 不懂哪里冒出来的 就是你看到那 因为他们是经过经过啊 没有看过了 就是你看到那种小碳啊 很多那种飞机的 就是在那边 他还在那边 但是没有人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过后啊 他就是这样子的咯 但是不懂怎样 他们是很像有人煮菜啊 这样子就很奇怪 然后呢 其实这个来讲啊 Simon 师傅 你听了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要 就是灵的心声 要讲一些灵的心声给大家 灵的心声呢 就是这个婆婆呢 其实跟住他一年了 然后跟住他一年了 这个男的 第一 他没有负责任 他已经创死了 这个婆婆可能创伤 然后当场还没有死 但是过后可能死 因为他走掉啊 他走掉 所以他没有去 好好的去处理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婆婆呢 就是无辜的 突然间被创 创了呢 可能他死 或者当场死 然后没有一个好好的交代 这个爸爸也没有好好的 去做一个上礼给他 可能他那个婆婆家人有 但是这个父亲 这个爸爸没有 所以这个婆婆走的时候 还抓住这个仇恨啊 或者这个伤 结果刚好就是遇到这个 爸爸在路上 放了一个姐姐 就是给他知道 你做的东西 你要负责任 你要记得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魂 对吗 然后不是说 不管你创了动物也好 创了人也好 你一定要负责任 要转回头看那个人 OK不OK啊 可以吗 有没有事啊 起码带他去医院啊 对 要负责任嘛 对不对 所以以我们 白物丝来说的话 我会这样看的话 就是一个很像一个姐姐 像Simon师傅讲 这样子 那这个姐姐 因为你看啊 突然间他会进到一个 这个地方 我们叫Porter Porter就是说姐姐 那这个姐姐 你一踏进去 你是不知道哪里有路出来的 对 然后这个姐姐 在物丝方面里面 你要进到这个姐姐 你一定要跟这个灵体有一个关系 对 你不可能 像在路上 他随随便便拉你去一个姐姐 除非他跟你有关系 他才有一个link 这个连结 才会让到 他有办法拉你进去另外一个姐姐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他在撞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那边 有一个bond 就是绑住了 对 所以他就有一个连结了 所以他才可以到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 他突然间就这样不见掉 他突然间就这样不见掉 照理说如果你人不见 你会看到body的嘛 对不对 所谓那个body 我也不要讲华语啦 就body OK 所以这个body的话都没有 不要 OK 所以这个body的话 也没有找到的话 这样子你就很明显 他已经被带去别个地方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去 很像森林 山上 你有看到他们失踪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突然间很像 一直迷路找不到路 就是你有听过 一些人进去森林 或者去山东 或者去哪里 去爬山 突然间消失 一段时间 对 然后找到来 不是活着 就是已经死 对 那些活着呢 你想 哎 他可能失踪了 一两个礼拜 怎么会活着呢 对 什么事 就是因为他们 搭尽了这些结结 对 所以的话 很多时候 这些结结 是有一些危险的 所以的话 如果是讲有这个链 或者是你有做一些东西 尤其是 那个灵体 如果跟你有连接 他是有怨气对你的 对 他是很生气你的 你就一定要小心 就是这个怨气 让这个婆婆不放过这个 对 一年呢 而且呢 这个姐姐 只有他爸爸进入到 他女儿没有 对 有 就是有看到那个虫 但是他也是在吃着 但是因为为什么 他的女儿会看到是虫 就是因为他没有在那个结结里面 对 因为他看到真实 因为这些东西是 他这个婆婆去变的东西嘛 所以灵体他们有这个能量 当他的能量很高的时候 他会变一些东西啊 看这样子 对 所以你要真正 如果是讲 你是没有在这个结结里面 可能你会看到这个东西 是完全是空的 对 或者是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变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看过 有一个叫鬼妻娜娜的 那个泰国的戏 也是有这样子的场景 所以其实 在我们这个师傅里面 我们两个师傅的从业里面 很多时候有这样子的东西发生 不是说没有的 是戏里面是真实有这个东西发生 不然他怎么知道 有这样的东西放成一个戏 对不对 所以变成 大家你们一定要小心 如果你们有做错什么事情 记得一定要负责任 不要你这样自己跑掉之类 很恐怖 然后他女儿很可怜 他就突然间 他爸爸突然间消失 然后他也是整个很懵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是一直阴影 一直阴影 而且他还这样小 六七岁 就这样子 然后到他长大 你想一下 那个心理创伤有多严重 所以大家 如果在路上 你驾车都好 不小心创到冷 或者动不 一定要停下来下车 看他OK 对 看他有没有受伤 需要去医院 不要创了就走 对 对 所以变成这些东西 就是非常非常严重 然后甚至说有时候 有些人的车撞到一些东西 但是他是看不到东西 没有东西的 对 但是叻 有可能是这个灵体 你撞到他 你不知道了 OK 所以你就 刚好就跟他有关系 如果他有意要弄理他 但是 如果你没有欠到他 他怎样会弄理 对 对不对 除非是燕青在走 对 除非啦 是燕青在走 其实 很多人就是在路上 因为可能创到东西 他们会害怕 对 所以走 或者有些人创到真的是很黑心 就走 对 有两个可能 对 不管是害怕或者是黑心 最好是停下来 去解决 去解决 对 不然是后果自己扛咯 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就讲 哎 那些灵很坏的啦 绑架这些人啦 不懂跑哪里去啦 失踪啦 其实哦 讲真的 很多时候 在灵界里面 其实不是灵的错 其实人是比灵还要坏的 讲真的 所以其实有些人的心态啊 他们是自己先犯到 因为每次啊 我们做过那些个案啊 很多就是人先犯灵 那灵才会去找他 不然他不会随随便便去来 嘎叫他 去捣乱他的 就是他有犯到他 才会有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连接 不然他也不能够跟他这样久了嘛 对不对 对 OK 所以呢 我们今天灵的新生 就先分享到这边 本来很饿了 然后听到这个虫 突然间饱了 突然间饱了 不想吃的 OK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 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什么想要看的内容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看 然后不要忘记 要follow我跟Simon师傅的这个Instagram 还有我们杜眼龙说 Official的Instagram 还有就是我们的Facebook page 我们Facebook 季色满航杜眼龙说呢 会时常的做直播给大家 去分享更多好玩 好看 很好的玄学内容 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几点 七点 我们季色满航杜眼龙说 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发布影片 她们已离开 Yay J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